行會經過充分考慮薪酬調整機制之下的六大因素 包括香港的經濟狀況、生活費用的變動、政府的財政狀況、薪酬趨勢正指標 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和公務員士氣之後 同意提出以下的薪酬調整方案 高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加薪幅度是2.87% 中層和低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加薪幅度是4.65% 高層和中層薪金級別的加幅都是與有關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正指標相同 我們亦採取過往的做法調高低層薪金級別的加幅 首長級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方案 就跟隨高層薪金級別公務員的安排 薪酬調整的生效日期是追溯至今年的4月1日 考慮以上的薪酬調整方案的時候 行會是充分平衡了六大因素 香港的經濟正在是復甦的圖上 但是在外圍環境不確定之下仍然是有挑戰 政府亦都在過去的2022至2023年度和今年的財政年度有相當的赤字 財政儲備亦都會進一步下降 而且三個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正指標都較過去一年的通脹幅度 下一步我們會在明天即是6月7日和四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的職方會面 聽取他們對這個方案的回應 然後行政會議會決定最終的薪酬調整幅度 我們會爭取在立法會休會之前 就有關方案諮詢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然後是提交給財務委員會審議 請在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